许老师教室 故事狼 别在街上乱跑 有一天 顽皮的小猪和他的好朋友 约好在玩具街上玩捉迷藏 在玩的过程中 他们不是撞跌玩具店的模型 就是挡住了正去赶往救援的救护车 还差点撞跌过路的老伯伯 狗警长看到很严厉地说 不准在街上乱跑 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辆货车迎面地向小猪冲去 狗警长飞快地跑向小猪 用嘴子担着小猪 一下子就跳过了这辆货车的顶部 狗警长当时的英勇行为就像超人一样 惊险过后 狗警长严肃地说 小猪 以后不要再在马路上玩 刚才几危险 小猪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小小声地说 我以后都不会这样 谢谢警长叔叔 小朋友 在马路上玩和打骂是很危险的 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的 谢谢观看